我学到的诗 在不复沉沉之中找到自己 不断累积 人生最难的学问就是放弃 难得的诗 我们都没有忘记坚持到底 可贵的是 我们都只在乎曾经努力 了不起 拿了气 放得下 要多少的勇气 了不起 好好闪 我只能说是真有意的 我学到的诗 别将拥有的东西放在手里 留在心中 谁都不能够拿走我的经历 有趣的诗 我们都在不断地收集 奇怪的诗 最后我们只是收集回忆 要不知 下一个 可以 不得的 给我们能够拿更 conclusion 对我们就是 的诗 大勇气 放得下 有多少的勇气 聊不及 好好杀 好恐惧 我只能说声真有点 我真的有个巨猫盆啦 来 眉毛画得好不好呢 脸型很重要 你那么秀气 我们就把眉毛画得淡一点了 来 直的眉毛呢 看起来人就会比较直帅一点 要弯一点呢 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温柔一点 我们就画弯一点的好不好 让你看起来温柔一点 然后呢 这两头要稍微的淡一点 中间重一点 这样画出来人就漂亮了 嗯 差不多了 好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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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头饰呢 头饰呢 刚才插得不好看 现在再重新插一下 这样就比较漂亮了 两只簪子插在一起 这样人就显得比较秀气 好了 没有 没有 你别着急 好了吗 好了 让我看看 等一下 给你衣服 进去换一下 好 走 雪姐 春香 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好好照着镜子 真的好看吗 当然好看了 你还不相信我 我说嘛 你打扮起来一定很漂亮 这下你应该相信我了吧 你没骗我 我没骗你 自己好好照着吧 这边 好不好看啊 还可以 很漂亮啊 好了 你不用跟着我了 你坐在这里休息就可以了 我想帮忙嘛 我都已经弄好了 你坐下来吧 没有什么可帮忙的 雪姐 你真的很厉害 连你做的菜都五颜六色的 真的好漂亮啊 真是让我羡慕死了 你羡慕我 你知不知道我还羡慕你呢 你羡慕我 对啊 你知道吗 晚三哥经常夸你能干呢 再说了 谁不知道陆家的大小姐是个能人 做生意啊 我比你差远了 所以我什么也帮不了她 我回来了 这位是 你自己看呗 谁啊 别躲呀 别躲 谁啊 你自己看嘛 原来是你 你笑什么笑 你傻笑什么劲啊 差点不认识你啊 小鬼 你干嘛你啊 讨厌 雪姐姐不理她了 我们吃饭了 好了好了 我们吃饭了 不理她 哎呀 你别笑了 吃饭了 你干嘛你啊 吃饭就吃饭了 你干嘛老盯着我看啊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吗 真的吗 当然了 春香妹妹漂亮 还有你讲啊 谁不知道的吗 你不戴耳环好看一点 像个男人戴耳环啊 你气死我了 你狗嘴里的光像牙 哎哎哎 不戴耳环啊 不让我打他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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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小春假小子扮女孩子 不过也得扮得漂亮一点 叫人看得舒服嘛 你不要老是这么想嘛 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 是个女人生的 连他自己都讨厌 自己是个女的 他怎么喜欢当女的呢 嗯 可是人是会变的 就像有时候月亮会有圆的一样啊 人的心事是很难琢磨的 你说呢 变了吗 我看不出变化 哎 嗯 他可能是有什么心事 不过又不肯讲出来 他会有什么心事啊 来来去去 大概在想买哪个旺铺 买哪个旺地 做哪些生意啊 我想 这些都不是 那应该是 女儿家的心事 你不懂的 你怎么可能会懂呢 什么心事啊 嗯 我想八九不离十 应该是他有了意中人了吧 哎 你有没有看到 他最近 身边有什么标志的男孩子 你好好看看 很帅的 哎 你是他的兄弟吗 你应该帮他多留意留意啊 哦 那倒是应该 嗯 标志的男孩子嘛 标志的男孩子 在苏州城里面 就只有我了 嗯 鼻子标志 眼睛标志 小下巴标志 舌头标志 没有谁再比我标志啦 可惜已经被你预定走了 他太迟了 嗯 你是不是不想被预定啊 那好 你要是不想被预定的话 我可以放手 你可以追别的女孩子 可以跟人家结婚嘛 再娶别人 你是不是想毁婚啊 是就说呀 说呀 看我怎么对付你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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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呢 原来我在她的心目中 始终还是 还是原来那个假小子 小姐 你怎么才会来呀 这老爷夫人问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没什么 我只是出去走走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吐得跟村姑一样 根本就不像我们陆家大小姐 说得对 根本就不是我 根本就不是我 我还是做回原来的我吧 你说什么也好呢 那当然是你看着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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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去哪里啊 我们俩想去苍桥下八号看看铺位 哦 哎 哎 现在多好啊 看起来多舒服啊 哎 你要去哪啊 我正要去找你呢 跟你商了些事情 哎 那正好 我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经验丰富吗 好不好 好你个头啊 找个地方慢慢聊吧 哎 不管做什么店呢 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特色 对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 做生意呢 讲的是人无我有 人有我忧 人忧我见 嗯 人无我有 人忧我忧 人忧我见 对啊 这样才能打败对手嘛 嗯 多谢指教 自家兄弟 不用客气 那么你看 我开个什么店好呢 这个嘛 我还没有想到呢 你想呢 哎 我也没想好啊 这几天 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情 伤脑筋 按理说 这苏州城里 什么店都有了 是不是 而且呢 还有很多是老自豪 现在如果没有点 特别的东西 怎么能在这城里 站住脚呢 哎 这样吧 我们到店里看看去 好啊 哎哎等等 哎哎你先去 你先去吧 哎我和雪儿 说几句话 哦 好 哎 雪儿 记不记得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 我们成亲的日子啊 我说过了 我们谁也不行 就在门口挂一串鞭炮 啪啪啪啪啪 然后关上门睡觉 你着什么急呀 等你的店开张了 也不迟啊 我答应过你的 只要找好了店 就娶你过门 我是不会食言的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在家里等我 嗯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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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点又一点 哎 左左左 再左一点 哎 哎 哎 又又又 哎上 哇 哎呀 哦 哦 哎 哎 哎 万三兄弟 哎呀 哎 哎 哎 沈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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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这自豪 怎么样 喂 这也太有气派了吧 都有些让我难为情了 你真是的大哥 这叫先生夺人 这世上很多胖子 都是给打肿的 其实我沈万三 真正的招牌呢 是这个 哦 这个才是我沈万三真正的招牌 聚宝盆 沈老板 这是家什么店呢 什么时候开张啊 叫什么名字 是啊 大伙说的 啊 好 是这样 以往呢 都是每个老板 他们自己想好开什么店 然后才会告诉百姓呢 现在呢 我想调过来 有你们想 你们想开什么店 我就开什么店 哎 哎呀 是不是骗人啊 骗人的吧 真的真的 真是这样啊 我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这里适合开一家什么店 我沈万三 对天发誓 就开什么店 大家回家想好 想好了以后呢 写一张纸条 扔到我的聚宝盆里 少数服从多数 大多数街坊想我开什么店 我就开什么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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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想 老板 一串炮仗三千响 没那么长 分十次给你可不可以啊 炮仗前分十次给你行不行 一顿饭分十次吃行不行 一个老婆分十次取行不行 啊 嗯 呃 呃 多些 行啊 准备了晚饭没有啊 我买了鞭炮回来 真正的噼噼啪啪的大鞭炮啊 行 行 我开门啦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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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你快坐 是哪个爱情道德 害了我女儿啊 我可怜的女儿啊 是谁怎么恨你 连个全尸都不留 我可怜的邪恶呀 你平时说话从不大声 怎么惹上这杀神之祸呀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杀了我妹妹 说话呀 怎么不说话 说话呀 你嫌我妹妹碍眼是不是 嫌我妹妹影响你发财 影响你娶别的女人是不是 你说话呀 怎么不说话 说话呀 你 陈万三 你还我女儿 你嫌我女儿碍事 你可以绣了她 你可以不要她 你为什么要杀了她呀 我可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 我的女儿怎么这么命苦啊 你就是不听妈的话 宋大官人你不嫁 苏大财主你也不嫁 一嫁来嫁去就嫁了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孩子 你的命真苦 宋大人到 宋大人 你可得给老神做主 宋大人 看在雪鹅死去的爹和你的爹 同堂为官的废上 你可得跟雪鹅跑出身冤的 伯母 您先起来 本官一定秉公办理 还你一个公道 宋三哥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 雪鹅姐 宋三哥 雪鹅姐怎么会 来人呢 把沈万三抓起来 是 等一下 宋大人凭什么抓他 难道随便一看 就认定他是凶手了吗 陆小姐 我没有说他是凶手啊 但是人死在他的家里 我总得带他回衙门去 什么什么吧 问吧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来人 牛 带走 是 万三哥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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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万三兄弟 怎么给狗人抓了 大人大人 沈万三死人罪大恶极穷凶极恶 他先是拐贷民宁 把我女儿收藏起来 强迫昏沛 五眉苟合 后来他更是杀人毁尸 把我女儿活活害死了 大人哪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对大人 我妹妹她死得真惨啊 大人 他们所指不敬不识 沈万三跟赵雪娥 早就由前线令判为夫妻了 赵母也曾收下聘金一千两 后又故意命雪娥改嫁 所以他们俩才会私奔的 他们俩一直光明磊落 直到现在才决定要完婚 这件事 陆家上上下下都可以作证 还有 还有沧桥下八号 包打厅 铁算盘都可以作证的 沈万三千辛万苦 才取到了赵雪娥 他为什么要杀她 而且还失手分割 大人 此案诸多疑点 请你一定要明察秋毫 还她一个公道 我的雪娥就是她给杀的 就是她给杀的 杀人最上不足 不是她杀的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不是她杀的 不是她杀的 就是她杀的 就是她杀的 不是她杀的 就是杀人最上不足 别吵了 都给我闭嘴 吵什么吵 烦死人了 沈万三 你有什么话说吗 沈万三 本官在问你话 雪娥没死 什么 雪娥没死 大声点 什么没死 雪娥没死 赵雪娥已经死了 大家都已经看见了 我在问你 为什么要杀赵雪娥 雪娥没死 你为什么要杀赵雪娥 雪娥没死 你不要给我装疯卖傻 快点说 雪娥没有死 雪娥没死 快解释 你要不要解释 雪娥没有死 我立刻看你的罪 立刻判你罪 雪娥没有死 雪娥真的没有死 雪娥没有死 来人 在 雪娥真的没有死 抓起来 是 雪娥真的没有死 雪娥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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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三哥 万三哥 好了 今天此案 不宜再做审理 本官来日 自有定夺 退堂 这元朝的江山都不散了 这公关 还这么神奇 沈大哥会犯下什么事情 等一下就知道了 赵姬弟兄 找机会下手 救出他 这里元朝的试炼还很雄厚 我们得多加小心 嗯 就这儿了 啊 哥 娘 孩子 爹 畜生 你也该清醒清醒了 叫你不要去做生意 你非去做 老老实实重庄稼 能出这样的事吗 爹 这件事情和做生意 没有关系啊 你还精髓 你不做生意 能这么狠心吗 把好多多的一个女人 给杀了 连你也相信 雪鹅是我杀的 不是你是谁啊 人住在你屋里 尸首在你房里 哎呀 老头子 你怎么能肯定 他就是杀人凶手呢 他到底有没有杀人 还有官方想神啊 难道我希望自己的儿子 是杀人凶手 他是不是凶手 他拿出证据来为自己开拓 没了 我没有证据 不过 我小的时候 做过的最坏的事情就是 没听您的话 没有拿起锄头去下田种地 所以我怎么会去杀人呢 哎 你娘 你爹 可以相信你 人家官府 我不会相信你吗 你好好想一想 人家为什么要杀雪鹅 凶手究竟是谁啊 我真的想不出来 太奇怪了 如果说是为了打劫 我的钱没动过 如果说是为了女色 那为何 把他的头给割了 如果是为了我 那么就来杀我呀 不会杀他 况且我也没有得罪人呢 这事儿 你好好想一想 它不仅关系到你的性命 还要给赵家一个交代呀 还有我们家的名誉和清白 你爹 把话说在前头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 你的距离力争 不能举打成招 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 这样 你才能对得起 雪鹅在天之灵啊 如果是你杀的 那你就自己了断 我会看在你姓沈的份上 给你收拾的 不过 十万三这三个字 不能进词堂 也进不了家谱 别要说的话 都在这里 好自为之 走 哎卧师 你让我们进去吧 求求你了 不行啊 我是新手 不得探监 哎呀 那咱们也是义宿兄弟啊 说不定还是亲戚呢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吧 其实我们也就是送件寒衣 没别的 不行 呦 是陆大小姐 呦 是陆大小姐 呦 是苏大小姐 呦 是苏大小姐 二位小姐 有什么吩咐啊 让他们进去吧 让他们进去 两位小姐吩咐 小的赶过头命 你们二位爷 里边请啊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快快 快快 两位小姐 是不是也想 你们说 如果头 对他凶手没有意义 那他为何要拿走头呢 如果是为了鬼施灭迹 那为什么留下个尸身 现场打斗的痕迹一点都没有 一个杀人的人 杀人后 在匆忙中 还会把现场打扫的那么干净 其中却有住的疑点 万三兄弟 你说怎么办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到人头 因为不久就要给雪鹅下葬了 如果雪鹅 一定要给他一个全室 好入土为安 万三兄弟 你先别急嘛 说到人头 我倒有个线索 在刚才来的路上 我认识的一个教父 他说 他抬了这么多年的棺材 从没抬过这么轻的 就像门死尸一样 那就拜托了 赶快帮我问 一定要问到 是 万三兄弟 多保重啊 多保重啊 宋大人 本官已经前厅多时 赵雪鹅的死真的与你无关 大人明长 我想大人心中有数 不会冤枉上万三 此话真讲啊 万三不是大智大会之人 但还不会准到在家里杀人 再说 大人一定留意到 现场没有留下一点打斗的痕迹 我从苍桥下8号回到家 中途买了一串鞭炮 我真真正正在家的时间 连一个时辰都不到 我要杀人 我要清理现场 我还要转移人头哦 大人明长 是万三 不管怎么说 没有抓到真正的凶手之前 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当然了 但如果大人秉公执法 这个案件一定会水落石出 啊 但是我劝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你到苏州的时间不长 得罪的人还真是不少 线下的事情就是个例子 如果这案件不是你做的话 那就是有人要置你于死地 知道 多谢大人之点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杀呀 这个官现在不杀 更待何时 苏大人不是狗官 不要杀呀 转世饶命 既然我兄弟替你求情 暂且饶你不死 到一边老是待着 去 你敢出生 要你狗命 是 沈大哥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 一言难尽 不管犯了什么事 都要把你救出去 对 抓紧时间 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多谢二位好意 但我不能走 你要在这里等死 我没杀人 我相信宋大人自有攻断 你 你居然还相信这个狗官 这世上还有公道 你我就不会挨饿 你今天也不会在牢里受苦 你救我就等于害我 我愿意逃走 无罪也变成有罪 你怎么也这么疑伏 管他有罪无罪 先逃出去再说 跟咱们一起当兵吃粮 东正西讨 多么快活 就是啊 两位貌似相救 万三十分感激 但我不想当兵 当兵吃粮有什么不好 我现在就是郭子兴元帅 仗下亲兵 我们二人可以给你引荐 也弄个差事干干 任何有志 我只想当一个伤人 如果你死在牢里 还当什么伤人 但如果愿意逃跑 我这冤屈就无法洗清 我死无所谓 凶手就永远都抓不到了 如果你们真想救我 帮我去找血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好 你就放心 我会激励的 万三老弟 保重了 走 宋年 你给我听着 如果沈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绝不会放过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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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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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沈万三换进铁牢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探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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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进去 老头 给我好好照顾新丁 这老板希望我们家人探望你的时候 有条权势 东家 今年两场春雪 茶山上压死了不少茶树苗 今年茶叶可能紧窍 要想进茶叶的话还得趁早啊 不急 你去早了 价钱也下不来 那些茶农也得晾晾他 王管家 没事你先去吧 是 哥 有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哥 那赵雪哥是不是你杀的 我为什么要杀他 为了嫁祸于沈万三呢 妹 你可别胡说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不管 我只知道他露春香这回可是有事干了 他既要安抚赵家 又要千方百计的 去想办法 他要去救那个沈万三呢 这样一来 他露春香可是如了愿了 既去了半角时 又讨好 又逃好了沈万三 哥 你说他们这回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你笑什么 我说错什么了吗 真有你 真有你的 原来你是在动这个心眼啊 我的傻妹妹 他沈万三杀了人 他就得去偿命 露春香除非跟他一块去死 要不然他们俩一辈子也甭想到一块 他沈万三真的要死吗 嗯 你不想也没有用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我告诉你 这一回 谁也救不了沈万三 禀大人 苏老板求见 不见 苏老板 男的真的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吗 苏老板有什么事吗 本大人对做生意可没什么兴趣 苏某怎么敢跟大人做买卖呢 来来来 大人 您看 苏兄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宋大人 宋大人 本官是从来不收礼的 这你是知道的 是是是 我也不敢坏了大人的轻欲 不过朋友之间 礼尚晚来还是应该的 是不是啊 宋大人公事繁忙 日理万机 一定忘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 哦 什么事啊 嘿嘿 明天可是大人您的受淡之喜啊 哦 哦 对对对 我还真是给忘了 苏兄 这可实在是不敢当啊 哎 区区博理 不成敬意 比起宋大人为苏州百姓付出的辛劳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知道大人一定是被那沈万三杀妻案 害得废寝忘食 也就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啊 嘿嘿嘿 哎呀 这个沈万三呢 实在是个烦人的人 留他一天 就是一天的祸害 哦 何以见得呀 嘿嘿嘿 这不是明摆着吗 要是没有那沈万三 就没有杀人命案 也就没有苏州百姓议论纷纷 让时局不稳 也就不会让大人劳神费心了 嘿嘿嘿 苏老板 你对沈万三一案似乎非常的关心嘛 嘿嘿嘿 那是当然了 人命关天哪 杀人者是否偿命 这关系到国家的刑点是否严明啊 苏老板 你对这案子这么关心 除了你说的那几点 还有别的原因吧 对对 杀人偿命的大案 应该是衙门的事 小得无权过问 您看我做惯了买卖 天生就有点好奇 最喜欢打听 嘿嘿 来 打开 宋大人 这可是我妹妹丽娘 送给宋大人的生日礼物 哦 再仔细看看 标准的宋坑啊 大抄手 牛肝子 真正的宋朝怨态 哎 宋坑 宋氏 宋宋大人 怎么样 这可是一副绝好的上脸 嘿嘿 别看我 不失几个字 我还希望宋大人 能够对出下脸来 嘿嘿嘿嘿 哎呀 这个燕台 真是丽娘送的 哎 壮士列马 文人燕台 红粉佳人 宋大人 我们丽娘 一直在羡慕宋大人的 满肚子学问啊 大人就不回赠一点红粉 嘿嘿嘿 大人 这可是我苏家的祖传之宝 祖上留下的燕台 哦 那怎么敢当嘛 哎 而且 这还是我父亲临终的时候 让丽娘做嫁妆的 鸭香之物啊 哎呦 那就 那就更不敢当了 哎 大人 您要真的辜负 家人的一片雅历吗 苏兄啊 丽娘平常对本官 似乎非常的冷淡啊 大人 丽娘以前对大人 颇为欣赏 只不过前一阶段 让那个沈万三 骗得神魂有些不清醒 女人嘛 就是经不住男人的 三两句好话 不过现在好了 丽娘知道 什么样的男人 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 好男人 嘿嘿嘿嘿嘿 宋大人您是个明白人 苏某也就不多言了 告辞 告辞 哎嘿 告辞 可恃 快辞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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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这个 听说那个青春初期的棺材 就埋在这了 快挖开它 快挖 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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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走 我告诉你 这个世上的人 我一个也不想见 怎么还不走 我告诉你 这个号子里 从来就没有住过第二个人 走啊 走 我 我 我不想见到活人 你怎么还不滚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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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怎么辎 啊 workers 呃 啊 嗯 啊 啊 啊 ですね 啊 呀 啊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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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前辈 前辈 快 咬着 来 咬上这个 张嘴啊 张嘴啊 张开嘴 咬上 咬上呼吸 来 呼吸啊 没事的 没事啊 没事的 没事的 呼吸啊 呼吸啊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前辈 放松啊 放松啊 前辈 放松啊 放松啊 前辈 放松啊 放松啊 前辈 没事了 放松啊 把阿死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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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劲 来 来 吃点劲 住手 你们这是干什么 盗墓啊 简直无法无天 叔叔 我们实出无奈啊 我可不管那么多 我只知道不许你们盗墓 叔叔 求救你了 这关系到我哥的名誉 还有雪娥姐 能不能全失下葬 你说什么 什么关系你哥名誉 关系雪娥能不能全失入葬 这跟棺材里的死人 有什么关系啊 荒唐 放在大牢里活人不问 倒打听起死人来了 哼 难道死人也会杀人吗 叔叔 求求你了 不行 哼 你们怎么扒上来的 还得怎么给我放下 恐怕 没那么容易吧 心中无事脸不红 这棺材里 恐怕真有问题吧 兄弟们 回关入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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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棺材已经出土了 索性 就让大家看一看嘛 哎呀大小姐 这棺材里埋的是碧店一个伙计的老婆 五天前疾病身亡 她丈夫前天为一笔买卖 送了一批花布去北上了 求我带来营葬 你看看 这刚埋下就被人挖出来了 这棺材里躺的 可真是你店里伙计的老婆 哎呀这还有假 既然这样 就打开让大家看看吧 也让心存疑虑的人 都弄个明白 哎呀俗话说入土为安 我要对得起死者 也要对得起死者的丈夫 可是现在大家都产生怀疑 这样总被人念叨着 这死者也无法入土为安呢 你要是真的为死者好的话 还是打开以正视听 不行 给我回关入坑 弄手 陆春香 你别管我苏家的事 这是你苏家的事吗 给我回关入坑 今天谁也不许开关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官府的通牒 你看我比官府的通牒如何 宋大人 他们到墓 不 应该说他们是帮大人调查取证 击查案情 开关 不行啊宋大人 这可不行啊 这事儿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苏 大人 这事儿小了真的做不了主啊 想不到这棺材 还真是藏无纳垢的地方 打开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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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人 啊就是买东西 把东边呢 买卖到西边去 边回间 跳鱼却多远近 世上不能没有我和你 既人之所及 许人之所去 这才是真正做生意 买的找不到卖的 卖的找不到买的 一旦死水怎会有生机 既人之所及 许人之所去 这才是真正帮了自己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就捞个大一杯一杯一杯鱼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不捞个大鱼大鱼鱼 其实商人就是买东西 把东边的买卖到西边去 边回间 跳鱼却多远近 世上不能没有我和你 既人之所及 既人之所去 这才是真正做生意 买的找不到卖的 卖的找不到买的 一潭死水怎会有生机 既人之所及 既人之所去 这才是真正帮了自己 一网不捞鱼 二网不捞鱼 三网就捞个大一杯一杯鱼 既人之所及 既人之所去 既人之所及 既人之所及 我真的 pam想看看 庄里 救出 交 airplanes friend